Hello, 大家好 之前我都跟大家說過 我會多些分享一些自己拍照的心得 或者拍照的技巧 拍照之前一定要買回鏡頭和相機 其實選擇鏡頭 有些客人都會問我 我剛剛玩拍照或者是新玩 究竟買甚麼鏡頭會比較合適一點? 其實我自己用來用去都是三個段數的鏡頭 而且越買就會越多 其實第一支我自己買的鏡頭 就是一支Nikon 51.8 那時也是AIS 即是手動鏡頭 以前初學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買一支Nikon 50去拍照 其實為何會先買一支Nikon 50 以及我今天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甚麼都沒有的時候 買一部相機 以及買一支Nikon 50的大光圈鏡頭便可以了 怎樣為之大光圈呢? 其實1.8 或1.4 都是大光圈鏡頭 其實50mm焦距鏡頭 拍攝人的時候也可以 因為都有1.8 光圈 或者1.4 光圈 都有一定漂亮的散景 你走遠一點 其實都可以拍到一些風景照 走近一點也會拍到人像 所以是非常之好用的 而且50mm的鏡頭 在每一間廠裡 其實都是做得最美的 而且價錢也是最親民 其實當時都是買一支 50mm 1.8 光圈鏡頭 都是幾百元一支 桌面有兩支 一支是Nikon 一支是Sigma Nikon 50mm 1.4 第一代 都是萬多元 這支Sigma 50mm 1.4 這支是DG 都是幾千元 但幾千元的質素已經非常之好 而且這些鏡頭真的很親民 一來價錢便宜 剛才也說了 容易入手 而且50mm的鏡頭 好像穿著 你一路會越買越多 有不同的Version 以及有不同的光圈 有不同的表現 現在你買了第一支 將來你就會越操越多 所以第一支鏡頭 我還是先推薦50mm 第二支鏡頭買什麼 當然你有相機 有時去旅行拍照 我就會推薦買一支28mm 這支就是Nikon Z鏡 2.8光圈 SE 前面這支就是Leica 28mm 2.8光圈 其實28mm 在Leica的M機來說 非常方便 因為M機 它看出來的觀景器 其實都是28mm 就是最大的線框 就是28mm 所以拍照也不用看線框 究竟跨了多少呢 這樣 看到盡便可以了 這支Nikon Z鏡頭 這支Nikon Z鏡頭 這支Nikon Z鏡頭 非常好用 又便宜 都是千多元 非常之晃的一支鏡頭 為什麼不在大光圈 買一支Nikon Z鏡頭 買一支Nikon Z鏡頭 因為Nikon Z鏡頭 本身我都用來拍照風景 或者風景前面 加上個人 2.8光圈 我通常都是收細光圈來用 例如Nikon Z鏡頭 5.6、Nikon Z鏡頭 8、Nikon Z鏡頭 所以大光圈 對我來說 作用不大 你收細光圈 景深會深很多 前面人很鮮 後面風景也會鮮 你去旅行 都是想拍到風景 不會說後面全震動 你用這麼多錢去旅行 後面全震動 看不到的 拍來做什麼呢 所以28 帶你去旅行 拍風景 加上人物 或者光影風景照 足夠用的 2.8光圈 OK 有Y-Angle 又有50 之後如果你想拍攝人 我就建議買一支 85 又或者是 Leica 80 或者Leica M鏡頭 75 這些Tele鏡頭 都是非常適合拍攝人 例如這支 Nikon 85 1.8G 是Nikon上一代的鏡頭 即是F-mark的鏡頭 拍攝人非常漂亮 而且價錢也很便宜 這支也是2千多元 這支 這支Leica 81.4 大概2萬多元 這支非常高質素的人像鏡頭 這些舊鏡 用來拍攝人 我非常喜歡 因為皮膚質感非常軟 沒有現在的新鏡 有時拍攝人太過Sharp 有時拍攝人太過Sharp 很多瑕疵都會拍攝到出來 你後期撿上照的時候 都要下少少功夫 這些上一代的鏡 又或者這些舊鏡 拍攝出來 皮膚就會 好像有一層聖光 矮矮的 矮矮矮的 柔軟一點 拍攝出來的人又夢幻一點 氣氛非常之好的 還有這些 Tele鏡 85、80 或者Leica的75 散鏡非常之美 不要看這些鏡頭便便宜 即是Nikon這些 兩千多元 其實以前它的造工 以前的散鏡 舊的散鏡 都很迷人 這三個焦段的鏡頭 就是經常用的 28, 50, 85, 80, 75 好,今天就分享到此為止 我都會多些和大家分享一些拍攝的技巧 我拍照的理念 和大家多些去分享 好,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